好像说的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建议室里面的这个关于制服串的一些操作方法啊 好 前面我们说到的什么 宿主吧 那么现在还要说一下制服串的一些操作方法啊 好 建议室真的制服串的操作不是太多啊 不是太多 那么制服串的话还是后台的语言操作制服串比较强啊 建议室操作制服串的这个能力不是太强啊 好 那么的话它也有些方法啊 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什么呢 通过什么前段来操作制服串啊 一般这个制服上呢是后台怎么样呢 后台经过什么呢 处理什么 清洗干净之后怎么样呢 放到前台的是吧 那么我们叫什么呢 叫什么干净的数据是吧 如果后台没处理干净放到前台呢 我们叫什么 这个数据叫什么 脏数据是吧 我不要脏数据 你给我清洗干净之后再传给我前单是吧 那么这个就好用一点是这样的啊 这个干净的数据啊 不要脏数据啊 大家有这个说法是吧 那么的话如果是什么呢 有一些脏的数据是吧 我们需要处理一下 那么就需要用到什么呢 这个制服串的一些操作是吧 啊 制服串操作 比如说把某个地方切割一下是吧 有一地方不要是这样的啊 那么就用到这个啊 好 制服串处理的话 那么我们前面一直在用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加号是吧 加号就是什么呢 就是制服串拼接是这样的啊 来看一下啊 好 012 这个是制服串的处理方法啊 好 那么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是制服串的处理方法啊 制服串的处理方法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加号是吧 加号的话它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是吧 比如说我来定一个什么 Ilan什么呢 Ilan01啊 假设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12吧 这是一个数字吧 是吧 好 假设我再来一个 Y一个什么 I什么呢 S吧 S这个STR啊 假设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ABC吧 ABC啊 好 好 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数字吧 再来一个数字 Ilan02啊 02的话如果这个数字 我什么呢 我给它一个S的 是吧 这是属于的什么 制服串的数字 是吧 好 24 是这样的 好 那么的话我这个时候什么呢 用加号啊 用加号啊 加号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什么 这个符号什么呢 容易偷懒啊 容易偷懒啊 如果能用什么呢 加号也可以什么呢 加号本身它是一个计算符吧 它可以把两个数加起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加号的话 同时什么呢 同时是一个 字符算拼接的一个符号啊 所以说这个加号怎么样 它有两个功能啊 在我们介绍里面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做加法运算 一个是做字符算拼接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什么样呢 我谈一个什么 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Ilan01是吧 好 加上什么呢 S那02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加一下 看得益多少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它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是吧 看一下啊 结果是什么呢 是1224吧 是吧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它就偷懒的吧 直接偷懒的啊 就是这个是什么呢 数字的12吧 是吧 这个是字符算的24啊 那么它就当上面的字符算拼接就完了 是吧 直接把它两个一拼 然后怎么返回 是吧 是什么 偷懒的啊 这个加号容易偷懒啊 能做字符算拼接的 它绝不做数字 数字相加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字符算是吧 好 这个加号啊 那么是什么呢 那么是什么呢 数字是吧 数字啊 和字符算 字符算相加是吧 字符算相加啊 就是 等同于是吧 等同于字符算 等同于字符算拼接啊 字符算拼接啊 拼接啊 拼接啊 拼接 好 这样子 是吧 好 好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弹出的是 这个是弹出什么 弹出1224是吧 1224啊 好 这样子啊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加号啊 那么其他的 这个是字符算跟字符算相加 这个绝对没问题是吧 就是把两个什么呢 用胶水一粘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就扔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 好 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 没什么旋律啊 比如说奥勒的一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 S 那02是吧 好 加上一个什么呢 S TR 是不是这样的 STR 好 好 这两个相加 是吧 这样相加的话 那么就来看一下 是吧 好 再来刷新一下 那么前面是1224是吧 然后怎么样呢 把24和ABC 怎么样 用他们一粘 粘了就扔出来 是吧 好 这是 这是关于字符算的拼接啊 好 这个是弹出啊 弹出这个 24ABC啊 好 这样子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字符算的处理 还有什么方法呢 还有这两个 是吧 那么我们今天上午 讲到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计算器里面 什么 用一个什么 pass int吧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它是将字符串 什么 转换成整数吧 转换成整数 好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再来第一两个 比如说再来一个 比如说再来一个 str是吧 好 这个str 这个是假如是02吧 02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这个 这样一个啊 比如说是12 12点什么呢 12.35吧 这样一个数字是吧 数字的 这一个小数的字符算 是这样的 小数字符算之后 比如说我来把它转一下 是吧 比如说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 pass int是吧 parse pass int 好 这个i是大写的啊 其他都是小写啊 pass int来一个str2吧 02是吧 好 这个时候呢 谈载看一下啊 好 来看一下它得有多少 是吧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它就等于12 是吧 等于12啊 这个12是什么呢 是一个数字的12啊 而且的话怎么样 它是不是把这个什么 小数给省略掉了 是吧 小数给省略掉了啊 好 这个是弹出12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不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呢 是吧 我们应该怎么呢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价格吧 比如说12块3.5是吧 这个价格啊 那么你很大方的 把这个零头给省了 是不行的啊 如果这个商品有什么 几万件的话 你这个不行吧 不能这么省吧 是吧 啊 那么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得用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吧 这个 这个什么呢 就是 pars float 是吧 parse pars float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转换成什么 真的小数吧 放一下啊 好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再看一下啊 再刷新一下 那么先是弹出这个12 是吧 再弹出的是什么 12.35啊 好 这个的话才是正常了 是吧 转换成这个 字符上 字符上的小数 转换成真正的小数 转换成整数啊 整数 这个是将字符串的 好 字符串的这个小数 转换成小数啊 好 这个是pars float 它的用法啊 就这么用啊 碰到这种小数的 用pars float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这个方法啊 也是一堆什么呢 呃 就是 这一方法啊 没什么逻辑性 是吧 这么用 它就可以生成这个啊 就是没什么逻辑性的啊 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 sprely的方法啊 sprely的方法 这个方法干嘛呢 就是它可以什么啊 呃 把一个字符串分割成 字符串组成的数组 就它可以什么呢 它可以去 把一个字符串给p开 是吧 把它p成什么呢 p成一个什么 有多个什么 字符串组成的数组啊 就是这个方法啊 好 是不是例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做的啊 比如说我这里来 这样一个字符串吧 比如说我来 这样一个字符串啊 有时候会用到 比如说我来 这样一个 比如说 这个再拿一个sstr03啊 然后等这样一个字符串 怎么一个字符串呢 比如说这里啊 比如说我这里写啊 假如说等这样一个字符串 是吧 好 这样一个字符串啊 好 这样一个字符串之后 我干嘛呢 我要怎么样呢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p一下 p成什么呢 由这几个数字组成的一个数组啊 好 那么的话怎么做呢 就是这个啊 好 那么它p的话怎么样呢 是它要返回一个数组啊 比如说我来 定一个什么呢 再拿一个arr是吧 这是一个数组吧 是吧 好 等于这个str03啊 拿一个split 是吧 然后的话 这是把它p开吧 用什么p呢 用这个啊 比如说这个 横杠吧 是吧 横杠p开啊 好 横杠p开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再看一下这个 我弹出这个 那的一个arr是吧 arr 好 好 这个时候看一下 那么这个 它怎么样呢 它后来一个什么效果啊 好 好 再来刷新一下这个 是吧 那么它弹出是什么呢 是一个217什么呢 4 然后2 有三个元素组成的一个数组啊 好 没这个痘号啊 痘号是表示它是数组啊 就是第一个元素是217 2017啊 第二个元素是4 第三个元素是22 这样的一个数组 没有没有 就组成了这样一个数组啊 好 那么的话 我可以弹出它的什么认识 给大家看一下 是吧 认识啊 那么它是数组成立有认识吧 是吧 认识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它是什么 三个吧 三个元素啊 好 就是把这个什么东西 把用这个什么把它分割开吧 是吧 分割开啊 好 那么如果说怎么样呢 好 这个是弹出这个 这个是弹出这个 应该是这个啊 可以这么写啊 2017是吧 这个是痘号4啊 痘号22是吧 这样的啊 好 如果说你批的时候怎么样 我不给 什么东西都不给 是吧 我就给一个空的字符串 来批它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批出什么 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再来一个AR是吧 AR 好 然后2是吧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STR03 然后Split是吧 然后批开的时候 里面放一个空字符串啊 好 这个时候批成什么呢 来看一下啊 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AR是吧 好 这个时候 刷新一下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第一次批的是吧 用那个批的是吧 用这个横杠批的啊 第二次批的是什么呢 就是2 什么0 1 7 是吧 然后是横杠 就是离有几个 它就批几个啊 有几个就批几个啊 就是把每一个什么呢 把每一个字符算 单独什么呢 当成一个数数成员 是这样的啊 就这里面有几个字符算 有几 有几个长度的字符算 就有几个长度的什么数数啊 生成多少长度的数数啊 好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给他拿一个啊 这个的话就是批成这样子 是吧 那么一个就是弹出是吧 弹出这样的一个数数是吧 应该这样的一个数数啊 好 什么数数呢 比如说2 逗号什么0 是吧 0逗号1 逗号7啊 然后再次逗号这个横杠吧 横杠啊 好 横杠啊 好 好 这个里面应该是什么呢 啊 应该是这个字符串啊 应该是字符串啊 好 这个应该是这么写啊 这么写啊 都是字符串啊 不是数字啊 这个是吧 好 逗号是吧 逗号这就是4吧 是吧 这就是4啊 逗号 然后是 然后这是横杠啊 然后这就是什么呢 2 是吧 逗号2啊 这就是什么呢 逗号2 好 这样子是吧 这样子一个数数啊 好 这样一个数数啊 如果想生成这种效果的话怎么样呢 可以用这种方法啊 这种方法 好 这是关于这个Split Split的方法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其他方法啊 这个方法的话就是说 这个用法是吧 就是呃 按照这个来啊 它没有什么逻辑啊 是这样子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还有其他方法是什么呢 这个Chart和什么呢 Index of是吧 Chart的话是获取字符串中某一个字符 啊 这个Chart的后面跟着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索引值啊 索引值 好 比如说我想获取它里面的某个字符串 是吧 比如说这哪一个吧 啊 比如说挖一个什么呢 这个Str 再次0四是吧 0四啊 假如说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警号Div 啊 这样一个字符串 是吧 好 这个字符串 如果说我想获取它的第一个字符串的这个值 是吧 获取这个 是吧 那么怎么办呢 比如说这个啊 拿一个另外一个Str什么呢 Str05是吧 05的话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Str04啊 然后是什么呢 Chart啊 Chart 这样子是吧 Chart Chart的话 然后是 这个art后面跟着是一个索引值 比如说这是 它这是第一个字符串吧 那么对应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零是吧 零啊 它从零开始的啊 从零开始 好 这个时候呢 再来看一下 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Str05 是吧 看一下啊 好 好 这个可以注掉啊 好 好 再来算一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谈出了是不是这个警号啊 就是截取它里面的一个字符串啊 截取它里面的一个一个字符串啊 好 那的话如果想截取多个的话 那么后面有是吧 这是截取一个啊 这是通过索引值来截取啊 好 那么接着是什么呢 这个Index of Index of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查找字符串里面 是否还有某字符串 是吧 如果还有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一个值是吧 返回这个索引值啊 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样呢 就返回一个什么 负一啊 这样子 它就可以检测这个字符上里面 是否还有某个字符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画一个什么呢 这个 再来一个STR06啊 比如说是06啊 好 06的话就等于这样一个字符算啊 比如说是这个 嗯 这个ABCD吧 ABCD EF 是吧 好 那么它一般来干嘛呢 它们一般来检测一些字符串里面 还有特征的字符 是吧 好 比如说这里面还有某个特征字符 比如说拿一个什么呢 呃 比如说是 Microsoft 是吧 还有这个特征字符吧 假如有这个是吧 空格是吧 然后比如说后面还有什么 一些字符 是吧 好 我来检测一下 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字符 是这样的啊 检测一下啊 好 那么怎么检测呢 就是这么检测是吧 然后是怎么做呢 就是这个index of 是吧 index of啊 好 这个index of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 嗯 定一个数字吧 比如说 i 这里面啊 比如说这里面来个Microsoft的 是吧 Microsoft的 是不是检测它 检测它啊 好 检测它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 是吧 那么呢 再来弹出这个东西看一下啊 比如说是这个iLang什么呢 iLang03 是吧 弹一下啊 好 好 这个是弹出什么呢 弹出锦号啊 弹出这个锦号啊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它弹出的是什么是吧 是什么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它弹出什么呢 是一个7是不是这样的 7啊 为什么弹出7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7的话是表示什么呢 就是这个是0是吧 12345 然后这个是空格是6是吧 6 然后这个是7啊 7的话表示这个Microsoft在它的第七个的字符上面 有没有 是吧 弹出一个7啊 是吧 好 如果说没有这个字符啊 没有这个字符 假如说我任意的写个字符啊 好 再来写一个啊 好 比如说这里面我来检测这个什么呢 啊 有没有牙黑是吧 牙黑 这个是吧 我检测这个字符是这样的 好 假如这是04啊 好 这个时候这个里面应该没有吧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弹出什么呢 看一下啊 那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 I line 04啊 04 好 好 这个时候 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先是弹出7吧 后面一个检测没有的话怎么样 它会弹出一个负一啊 负一啊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什么 index of 是不是可以检测这个字符算是否存在啊 是吧 那么我们 可以什么呢 检测这个值啊 判断这个值是吧 如果这个值大于零 是不是就怎么样 呃 这个是什么呢 啊 弹出 弹出7啊 啊 存在 存在啊 弹出7啊 不存在 弹出负一啊 这个是不存在啊 这不存在 不 不存在 好 不存在的话呢 那么就弹出负一啊 弹出负一负一啊 好 这个是弹出 弹出这个索引值啊 对应的 弹出字符算 对应的 所应值啊 7 是吧 好 存在的话 弹出字符算对应的所应值7啊 如果不存在的话怎么样呢 就弹出这个负一啊 好 这样子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那么还有掐的方法啊 最后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这个啊 还有这两个方法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大写和小写啊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是什么 切片吧 切片 就是说 切一段这个字符算 是吧 我要切一段字符算啊 这个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substream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是一个开始的位置啊 后面跟一个开始的位置 然后跟一个end的位置啊 但是这个end是不包括的啊 end不包括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这个substream啊 好 substream的话 那么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 比如说我再来一个字符算 比如说再来一个str 是吧 str 再来一个什么呢 07啊 好 07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等一个简单一点的吧 abcdef啊 好 123456啊 好 比如说再次edf 是吧 d 好 这个字符算 是吧 好 现在的话 我怎么样呢 我想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一块给它切出来 是吧 现在把这个123456给它切出来啊 好 那么的话怎么切呢 就来一个 比如说再来一个str啊 str08 是不是这样子啊 08啊 等于这个str07啊 然后是来一个什么 substrain吧 substrain啊 substrain substrain啊 substrain 后面跟两个值啊 第一个值的话 就是这个起始的位置 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是 10 从0开始啊 0 然后123456啊 是吧 6啊 那么这是第6个是吧 第6个 然后到哪里呢 然后是7啊 123456 啊 6 然后这个是 这是第6个是吧 7 8 9 10 11啊 11啊 好 如果我写11 大家看一下啊 11啊 11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是不包括11的 是吧 好 谈谈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str8啊 好 这个 好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那么他准备了 12345吧 没有6是吧 如果你想6的话 那么这个应该写成12 是这样的 就是最后一个数 这个数是不包括了 是吧 好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是什么呢 就是123456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切割是吧 切割啊 好 如果说怎么样呢 假设说我想把这个切一下 比如说上次我不是什么呢 这个str04吧 是吧 假设我想拿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div 我不想这个警号 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是怎么切呢 是吧 就来切一下啊 比如说str09 是吧 等于什么呢 str这个是零几啊 零四吧 零四啊 tr04啊 好 零四的话 那么拿一个stub4圈 是吧 stub4圈 然后怎么样呢 拿一个1 是吧 从第一个开始切吧 是吧 从第一个开始切啊 好 切到多少呢 好 后面什么 后面怎么样 后面不写啊 后面不写 这第二个参数不写 第三个参数不写的话 它是从1 就是切到最后 啊 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是吧 看一下啊 再拿一个str是吧 09啊 09 好 好 来刷新一下是吧 实际上是12356吧 然后怎么样 然后是drv吧 是吧 drv啊 就第二个参数不写的话 怎么样呢 就是一直切到什么呢 末尾啊 一直切到末尾啊 就是从第二个开始切 一直切到末尾啊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啊 这个savsqin啊 好 这个是什么呢 对字符上进行切割了 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函数啊 好 最后一个的话 再来说一下 最后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大写 一个是小写 是吧 啊 字符上大写和小写啊 好 字符上大写和小写的话 那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啊 好 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 嗯 好 假设这哪个字符上吧 是吧 你说这个 再来一个啊 挖一个什么呢 str是吧 str 然后是0 str10吧 等于一个什么呢 abc 是吧 abcdef 好 然后的话 比如说 哪一个什么str str10 str10 这个10 来一个upper case 是吧 这个是upper case to upper case to upper case 然后是to upper case 是吧 这样子的吧 是吧 to upper case 好 然后的话再弹一下它 是吧 str 什么呢 这个10 好 这个时候 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 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先是这个前面两个弹出来的 好 这个弹出来是什么呢 就是abcd什么 ef 是吧 这个的话应该是它本身不会变 本身不会变 就是它会返回一个 应该是返回一个大写的 本身是不会变的 所以说我们要用一个东西接收一下 比如说这个str str11 是吧 等于它 是吧 等于它之后 然后把它弹出来 它本身不会变 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方法的话 有一点绕 有一个是改变本身的 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会返回一个这个 好 再来看一下 好 把这个住掉吧 把这两个住掉 把这两个住掉之后 再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大写的 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方法 好 这个方法就是这么用的 那么这个方法的话 就是可能这个方法有一点什么呢 有一点点这个麻烦 就是说这是起始的 这个是结束的 结束的 但是不包括结束 是吧 这样子的啊 有一点绕啊 其他的应该没什么 应该没什么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整体的 这些字符串的用法啊 好 那么的话 关于字符串的这个用法的话 大家和这个例子一起练一下吧 就是 接下来说一下这个例子啊 什么例子呢 就是关于这个字符串的反转啊 这个也是经常考的 是吧 那么的话 Python里面字符串反转很简单吧 是吧 你们用那个什么 两个冒号那种形式是吧 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加式根里面字符串反转 没那么简单 是吧 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啊 那么的话 有一个面试体的经常考的是什么呢 就是 用最快速的方法实现字符串反转 是吧 那么的话就可以什么呢 用这几种方法 是吧 用这几种方法来啊 好 先是什么呢 先是STR 这是字符串吧 拿一个SPRIT 是吧 是不是把这个字符串 把它批成的每一个字符上 这个做成的一个宿主啊 完了之后 宿主怎么样 reverse吧 reverse完了之后 再把它join起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join起来啊 好 这是关于字符串的这个什么呢 呃 反转是吧 字符串反转 好 那么大家可以立下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拿拿一个吧 比如说这个STR 是吧 STR STR啊 STR这个再拿一个12吧 12啊 假如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这个 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是吧 这个字符串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想把它翻转 是吧 翻转一下 那么画一个什么呢 这个STR 什么呢 STR 然后是13是吧 好 就等于它 STR12是吧 STR啊 STR 然后是这个是12是吧 首先的话 怎么呢 把它批开是吧 批开成一个什么呢 宿主啊 就是split 是吧 split啊 就是用了字符串的方法吧 刚刚说的这个方法啊 就是这个split 是吧 把它批成宿主吧 啊 批成宿主啊 就里面用一个空字符算来批啊 批完之后这是一个宿主 宿主完之后怎么样 再用宿主的方法啊 reverse啊 用宿主的方法怎么样 把这个宿主整个对调吧 对调啊 对调完之后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呢 join是吧 join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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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oin完了 join之后用这个空字符算来join 是吧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可以把它反转啊 弹一个这个 看一下啊 str13啊 好 好 这个时候的话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 刷新一下啊 好 刷新 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 先是这个up case是吧 然后的话什么呢 就是这个反转的吧 是吧 反转啊 好 这是这个 就是说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是结合什么 前面所有的方法吧 有宿主的方法怎么样 还有制服上的方法啊 所以这个题的话也是经常考的啊 制服上反转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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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